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从言谈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对方的心性 对方为人的态度 道德很荣慎的人 其心很平和 所谓学问生时 意气平 所以他 口中 见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 别人的付出 见人皆可取 故口中所许可者重 其实从这一句 我们也可以联想到 佛家修行 四大菩萨 悲至愿行 行 所表法的菩萨是 大恨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有十大愿亡 第二愿是 称赞 如来 当一个人 道德荣慎 其心和平 见人皆可取 常常想着 见人善 即时起 故口中 所许可者重 他每一天 再过什么生活 过称赞 如来的生活 过普贤 菩萨的生活 这叫会学 会修 那我们 修学念佛法门 都求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而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 就是普贤菩萨的 生活状况 当我们现在的存心 都与普贤菩萨相应 你在当下 就在过菩萨的生活 你在当下就契怒 生者 决定生 去者 食不去 因为 西方极乐世界 在哪里 天堂又在哪里 儒家的大同世界 又在何处 当你心态 心境调对了 你就是用普贤菩萨的态度 在跟人生活 那你的频率接上了 就入那个境界 打一个比喻 我们现在 正在看电视 你没有转到台视 请问台视在不在 他骗法界都在 你在台东对上了 他台视就出现了 你在北京对上了 台视就出现了 有对好频率的话 台视现在在不在 你不相信 我们去办一台电视来试看看 你频率接上了 就看到了 就入那个境界 你心境 已经真正达到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使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你念念都是这份存心 共业当中有别业 虽然现在这个世间 自私自利 互相争夺的情况很多 那也是人的心造成 现在我们 在善果灵聚会 大家存的心 都是要为往胜 祭绝学 为万世 开太平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在什么世界 对啊 对啊 纵使外面在乱 你的心性对了 你不会受影响 我们在好几个地方办讲课 有一次在温州讲课 第一天 来了三百个人 第三天左右 加到四百多个人 最后一天 来了五百多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他带了五十几个人来听 他真是厉害 他把他企业组织里的每一个人都带来 这个人太聪明了 借力使力 他一句话都不用讲 我们几位老师在台上讲的 口莫横飞 但是 今天 五十多个人来听 也是因为他的智慧 他假如洞察不到圣贤教会的重要性 他会不会这么做 也不会 今天假如只是一个利益在带组织 他不会带来这里听课 他会带去说 怎么样赚钱比较快 会带来 代表他这个企业的文化 跟其他团体不一样 我们也欢喜给他上课 其中有一位朋友 就过来跟我们说道 他说 我一天都要抽好多烟 我来这里上五天 一根烟也没有抽 其实 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心境怎么样 他很高兴啊 为什么 他突破自己啊 他接着讲 我在这里第一个感觉 居然有五百多个人 可以都不抽烟 他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人有一个错误的态度 叫天涯的乌鸦 天下的乌鸦怎么样 他不相信啊 第二个感受呢 他觉得呢 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不止不抽烟 他分个神 有一个不好的念头 他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就是一种环境的力量 当每一个人的信念 都在圣贤的智慧之中 都在利益 广大人群的态度之中 那整个磁场啊 就会让人家感受 特别不一样 我们在深圳讲课 来了一个教务主任 他抽烟已经抽了十多年 那五天课程下来啊 他从此以后就没有再抽一根烟了 他又跟我们说到 我读大学四年 所抄的笔记 比不上我这五天上课的量多 诸位朋友 从这一段话 我们要试诗名什么 我们要听诗聪什么 来 大学四年 比不上五天 请问这四年在上什么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为什么在这五天之内 会抄这么多笔记 在于 他是教务主任 他是老师 他终于看到一些 真正能利益学生的东西 他的慈爱的心 上来了 他不敢放过每一句 可以帮助学生的话语 我们也被他的态度感动 他回去以后 召集学校老师 每一个礼拜 上一次课 把我在香港讲的碟 每一个礼拜放一片 放完以后 所有的老师 在就他们的教学现况 在就个人的修身去做讨论 切磋 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人啊 发心不难 恒心难 能坚持下来 就弥足珍贵 在今年 差不多三四月左右吧 香港 有小学要到广东参观 而他们参观抓一个主轴 参观 某一个小学的德行教育 现在 在整个中国大陆 非常重视德行教育 广东省给香港 推荐一所学校 就是 这一个教务主任 待的学校 他给香港做榜样 各位朋友 这一个教务主任 做到了什么 他做到的修身 他做到了 齐家 他还没结婚 他齐什么家 让他整个学校 建合同姐 让所有的老师 都能提升修养 成就 生教 给孩子当榜样 齐家 一个学校 就好像一个小企业体 小国 再来 香港 其他地方要来学习 他可以当他榜样 可以治国 再把影响力扩大 平天下 说不定 继续推展下去 他将成为 公办小学 德行的榜样 甚至于全世界的国家 都很有可能 去那里 学习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的影响力 重在我们的心量 佛法 无边 佛法 为什么无边 谁是佛 心是佛 心 广大 无边际 力量 愿力 就能到哪里 心量狭窄 就只能干眼前的事 心包太虚 量周沙界 干的就是 是阿弥陀佛的事业 就能够做到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所有的事业 都从心起 扩大心量 重要 好 那 听是冲 我们从这一句当中 得胜者 其心和平 见人皆可取 故口中 所许可者多 得胜者 得胜者 其心科奥 见人 皆可真 顾 顾 眼中 所 比弃者 多 多 得很薄啊 很柯薄的人 其心科奥 看到人都觉得 处处是缺点 皆可真 顾眼中所比弃者 多 我们从一个人的言谈当中 你要听是冲 他假如处处批评别人 代表他的心很刻薄 很尖酸 这样的人要怎么样 静而远之啊 这是从听当中啊 你会懂得判断 懂得如何跟他相处 所以这个听是冲啊 再讲下去是无量 无边啊 讲不完啊 有没有感觉 每一句经文都是无量意啊 那无量意从哪里来 从你力行的体悟出来 你不做 没什么体会 做了以后啊 左右逢远 体会特别深刻 那当我们的眼中所看到的 都是不好 都是不屑 其实不是外面出问题 哪里出问题的 自己的心出问题 实时观照 实时久失 在宋朝的时候 苏氏 苏夫子 苏氏也有非常多 很好的文章 我们要 好好 去学习 像 当老师的一定要读 韩语哪一本书 不是 我说错了 苏氏也有很多好文章 他在称赞韩语的时候 提到 匹夫而为 百事师 他称赞韩语 一个评书生 立身行道 成了 世代读书人的 好榜样 那苏氏刚好 跟 佛门的 佛印禅师 挺有缘分的 苏东坡也跟着他一起 互相参学佛法 有一天 苏东坡觉得 自己的心很清静 境界不错 突然 诗信大发 写了一首 诗 写道 起手 天外天 佛光 照大千 八风 吹不动 他是端坐 纸经脸 觉得自己 清静 极灭 常生 智慧 说他八风 吹不动 来诸位朋友 八风是哪八风 立 摔 会 遇 欲 趁 激 苦 乐 这个力啊 就是比较顺势的时候 胜衰 力衰就是胜衰的意思 来 这八风 诸位朋友 我们哪一风 最容易动 一个人求学问 要从自己最难的地方 怎么样 下手 下手 最容易的都不是你这一辈子要来教的考试卷 你不要 哇 自己很喜欢布施 常常拿着布施跟人家比来比去 你看 我那么爱布施 你这一辈子就不是来修布施的 你这一辈子来修什么的知不知道 人贵 自知 我从小就有一点感觉 知道我最难放下的是什么 最难放下的 就是情感 感情 我从小就知道 好像从小就知道来还债的 还债要 比较感冠的 就是 感情这一条路 只往前走 不往后退 往后退是退缩啊 往后退会对不起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纵使我无法向前 我就蹲下来给人家打都没关系 你看我有这种气概 愚不愚痴啊 赞叹啊 不要乱赞叹啊 你躲在那里给人家打 是还得债也没错啊 但是你的父母在一旁 怎么样 心痛啊 没做到弟子归 亲所好利畏惧啊 你这样让父母都担心啊 虽然有点气概 但是没有智慧 那人的习性呢 不要等别人说啦 自己很清楚啦 有一个朋友 常常给我发 Email 里面都是心理测验 一发就是二三四个问题过来 然后问你 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会怎么做啊 你喜欢什么啦 问一堆 然后问完以后 你在这里打几个勾 之后你就是什么人 画几个圈 你就是什么人 我给这一位朋友 回了一句话 在这个世间 还有人 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吗 有没有 除非他有他心痛啊 不然 这个世间 你最了解你自己 你最了解你自己 还要叫别人来看 看得准吗 看不准 我这句话回回去以后 从此 他就不寄Email给我了 然后后来我要 师范院校要毕业了 我这个女同学 跑过来给我告状 他对我老实说 老实 寄给他的东西 都要先过滤好 不然他都会有意见 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怎么会乱发东西给人家 做任何一个动作 讲任何一句话 一定要对人有意在做 不然讲话你很伤气 不然他要听你的话 还要浪费时间 是不是 要讲利益语 要讲诚实语 要讲智慧语 要讲软微语 要讲正直的语言 那我从小就知道 因为从国小就在追女朋友 就知道自己最执着的是这一点 后来我去海口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会到海口 为什么 因为我 追最久的那个女生 她就是海口 所以你看 缘分又把我拉过去了 是吧 你跟一个人有缘 是跟一群姻缘有缘 人生万法原生 缘分成熟了 你就去了 那因为明白啊 自己最大的弱点在这里 但是 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谈一场恋爱 我的母亲在一旁跟我说 说你这半个月流的眼泪 比你这二十多年还多啊 哎呦 人是水做的呢 百分之七十是水呢 你那地掉下来 你很多矿物质都流掉了 伤身体啊 又没做到地质规 你看我实在是太惭愧了 生有上 宜亲有 得有上宜亲修 还一副 劣势的状态 愚痴到极点 现在回头想想 真是不应该 我母亲陪我走过啊 几个月的艰苦岁月 突然有一天啊 我看到了一句 无量寿经的话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 自当 那个很客气的啦 苦乐哪有乐啊 无有待者 你走了这一段路这么痛苦 对方能感受你的痛苦吗 对方感受的是他的痛苦 他的需要 他记住的是你的不足 你哪里没有给我做好 两个人在那里 痛苦不堪 有没有人谈恋爱是说 有一个人很痛苦 有一个人很快乐 有哦 这两个没什么状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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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快乐的叫苦中作乐 那不是真相 都很苦啊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啊 人与人的关系 都是 互相酬长 都很辛苦啦 都很辛苦 当把这一段话看明白啦 对啊 苦乐自己当啊 那你要苦还是乐 那无有待者啊 他怎么可能会了解你的感受 他又没有正阿罗汉 他又没有他心痛 他怎么知道你的痛苦 你在那里执着 你要了解我的苦 叫自讨古吃嘛 是不是 叫自觉坟墓嘛 自作自受嘛 你去强求 你去强求一个人 要能感受你的感觉 他我直没有放下 怎么入这个境界 我直放下的人 同体大悲的人 他时时能感觉你的需要 他跟你同体 你这里很痒了 你的右手马上过来抓 你的左手都不用说 来右手给我抓一下 都不用 千处祈求 佛菩萨才有真感情啊 因为他把我放下了 他念念为你着想 那才叫真爱的 我明白以后 眼泪掉不下来 你都明白了 我还跟自己过不去哦 从此我告诉自己 绝对不会伤心掉眼泪 只为感动忏悔掉眼泪 所以后来还是很爱哭啦 因为感动很多 可是那两种眼泪掉下来 感受绝然不同 伤心掉完眼泪 伤心掉完眼泪是肝肠寸断 感动的眼泪啊 会洗刷你心上的污垢 把你的心量不断扩宽 哭完以后全身舒畅 好 明白以后 不要再自甘堕落 但是啊 恋爱还是要谈 你说 哇 怎么会这么激动啊 跟谁谈恋爱 你哪知道 跟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佛菩萨谈恋爱 痛快啊 跟佛菩萨谈恋爱 非常轻松 都不用说 讲话很累呢 以前谈恋爱还要想半天 是不是 想了半天到时候讲又讲不了 可能准备了十分讲出来才两分 有时候还讲错话 还又误解 哦 够累了啦 佛菩萨不用讲 拿出心来 与佛看 与菩萨看 你一个起心动念 他马上就有印了 多么愉快的生活 像我一开始学佛 起一个念头 拿本书很重要 两三个月之内啊 书就来了 有时候都几天就到了 感应很快 我们 发心 希望 能够弘扬中国文化 但是 要有一个好的中国文化老师 不然我底子太差了 那因为 学问重在 落实 落实在哪呢 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但是这样的功夫 我太差了 因为 从小养尊处优 我是独子 又是长孙 又是长真孙 三千宠爱 于一生 连个碗都没洗过 对生活的体验太少 我希望有一位长者 能够在修行方面 教导我如何落实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这样我谈的话 才扎实 才不会空泛 才不会虚滑 起了这一个念头 没多久就感应了 到了澳洲 我坐下来 杨淑芬老师坐在台上 讲德语故事 卢叔叔 不偏不倚 坐在我的旁边 中间连个人都没隔住 跟佛菩萨谈恋爱真好 马上就感应 能感是真心 所感是境界 这叫真理 宇宙人生的真相 大到至简 没那么复杂 我们人把它搞得很复杂 佛法说 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就是一 一复不复杂 一怎么会复杂 各位朋友 EQ比较重要 还是IQ比较重要 还是HQ IQ比较重要 还是CQ重要 不学佛啊 不学圣贤教诲 你这一辈子会被一大堆的思想观念 给你搞得乱七八糟 你假如照单全说 保证你晚年会有几种疾病发生 其中一种叫忧郁症 再来一种叫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 都是年轻的时候 超烦 超新太多了 脑子都受损 晚年就开始痴呆了 那人生的道理你不明白 常常东想西想 心里啊 很多忧虑 久了以后 忧郁症就来了 EQ IQ 现在讲这种演讲 你去听还要几千块 还几万块 人很颠倒 最高的智慧送给他 他跑得比谁都快 然后 不是真正的学问 都在朱末打仗 甚至于是邪师说法 三天五万块 趋之若鹜 一大堆人排着上 愚不愚痴啊 这种事我也干过 你没看我讲得这么自然 三天五万多块 我上过了 当我第一次打开佛经 念了一段 椅子坐不住 在那里拍桌子 然后在我们家绕来绕去 高兴啊 然后一边想 我花了这么多冤枉钱 最高的智慧奉送给你 你不要 还花一堆钱 去学一堆错误的思想 但是 自己跌过的路 摔过的陷阱 不要再让学生跌 不要再让别人跌 由于这一份存心 在我的车子上面 基本上一定会有几本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 第一本是什么 认识佛教 第二本是了凡事讯 地藏经的启示 还有敬业三辅 这些 基本的经典 只要有因缘了 不让人再绕半天路 苦啊 那种苦我学过啊 我走过啊 我们一身定位 不要让人走冤枉 让人赶快气入震动 利益他自己 利益他的家庭 他的人际关系 刚刚我们也提到 这个老师 跺十九层地狱 为什么跺十九层 医生害人的命 假如我们明白宇宙真相 一个人的命 好像一件衣服一样 你今天 这件衣服穿坏了 你会怎么做 一件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你会把它供在神桌上面 不丢 不会吧 人生有三观 情观 前观 生死观 好 刚刚情观说了一半 待会把它说完 这三观你看破了 人生没啥障碍 你可以游步十方 行犬方便 你可以游步三界 无所挂碍 这种日子好不好 生死要看破 生死的教育 要从小教 我教孩子会告诉他 你一台脚踏车坏了 你会怎么做 学生说 拿去修理 我本来还想说 一开始就要说换一台 但是学生 人家孩子的思维 有时候比你还细 你还可以教学相长 他说拿去修 他说对 这样叫爱惜物品 很好 假如修了以后 不能再修了 怎么办 那当然是扔掉 再去什么 买一台来用 你会不会把一台 完全不能起了脚踏车 然后很舍不得 扛在肩上到处走 不会嘛 相同的 一件衣服坏了 不能再穿了 你一定是再拿另外一件衣服穿上 而人 他有神事 他的神事 记在这个身体上 等这个身体不能用了 他的神事 又要去找另外一个身体 生死没那么可怕 要放得下 那为什么人对生死这么执着 因为 这个身体跟他相处了几十年 他产生了 坚固的 一种贪着 他不肯放下 你真正 去翻译一些书 很多人死很好死 有没有 现在人都不得好死 那是自己执着啊 有些人很好死 古来的一些大德 其中有一个大德 他说你有没有看人家 站着死 站着往生 他说有 坐着有没有 有都有 那你有没有看过人往生 是翻跟斗往生的 那个人说没有 他说好 他马上就翻个跟斗 然后倒立 走啦 痛快 当然我不是说我要表演 等我真的有这个能力 诸位朋友 我再找你们来开往生大会 到时候你们就 大家告诉大家 你看 你人生假如定位在自在往生 成就所有人学佛的因缘 你现在还会蹉跎光阴吗 人生要有远大的志向 你的生命会非常的充实 好 这个是生死观 因为对身体产生很深的贪爱 不只身体哦 还对这一生 我的妻子 我的儿子 我的金子 我的车子 我的房子 我的很多子 都割舍不下 就很难 走得自在 走得脱泥带水 痛苦不堪 因都在自己的执着 好 这是生死要看破 那 当老师 医生是智人的生命 他死了以后 十八年 又是一条好汉 但是老师 是影响一个人的慧命 智慧的生命 假如一个人的思想观念 错误了 他这一生造作很多的罪业 很有可能啊 此生了结之后 度到三恶之中 万节不复完 那你的罪可大了 再来 假如你的学生 错误的思想 又去影响 他的下一代 那你是毁了多少人 你的学生 又去当小学老师 他一生又教了几百个学生 又把这个错误的思想 传递下去 那危害甚深 老师堕十九层地狱 是有道理的 我曾经讲完以后 很多推展读经的人 都不敢做了 我们听道理 要听明白 假如因为这样就不做了 那慈悲心何在啊 那请问我们用什么心态 修大乘佛法 还不是为了自己 重要的在 我们的存心是什么 当然啊 你要去做这件事 要量力而为 你要先积累 你的能力 有了能力 要放手去做 不要担忧 因为对得起自己良知最重要 今天假如要经验才能教书 那我第一年什么时候跨出去 学了一点基础 教学相长 跟学生学习 跟同事学习 跟年长资深的老师请教 经验积累就快了 我们想一想 教书前五年的学生亲 还是五年以后的学生亲 前五年 那教学的技巧 是前五年好 还是后五年好 对啊 那你教书技巧越来越好 反而学生不轻 教书技巧经验比较不足 学生很轻 有没有看到真相 真相在哪 心啊 前五年战战兢兢 时时把学生放在心上 学生有没有收到 有 学生不在乎你讲错一句话 做错一件事啊 学生感受到的是你那一份教育的热忱 人的认知现在都跑到滋末 没在根本 很多人私底下 跟我在 讨论 他说蔡老师啊 你的口才怎么训练 我多久以后可以向你讲课讲这样 请问 当他这么看 这么问 他学得好吗 他抓到滋末啦 讲课不是口才啊 诸位朋友 我口才很差 你们要相信 我最喜欢读到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刚义木论 近人 我口才很不好 从小没参加过 演讲比赛 朗诵比赛 啥比赛都跟我不相干 因为我很没才华 这都是真的 在讲课过程 我再画几个图给你们看 你们就知道 我很没艺术天分 啥都没有啊 也没口才啊 是因为 当初 我在大学时候 一直提不起静学习 我从小有一个特质 这个特质能在台湾讲 不能在其他地方讲 因为其他的意思又不一样 我从小很鸡婆 鸡婆啦 在广东不能这么讲 那是另外一个意思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 小学要毕业 那个同学都一窝蜂 去买那个纪念册 有没有 然后呢 买来就觉得 很光荣 然后在每一个同学的桌上放一张 请同学写 那一本不只我还留着 频率最高 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两个字 我刚刚还提到善解仁义是不是 善解仁义重要吗 我把它写下来 我怕我待会又忘记讲 主位朋友 我们的课程 纵使安排 一百个小时 说不定了 重点在哪 学习 要从根本学 直接 从圣贤人的纯心学 直接了当 你学圣贤人的纯心 所有圣贤人的榜样 如对目前 我常举名字迁的故事 常举子录的故事 当我讲到名字迁那句 千古名言 母债一指单 母去三指寒 我没有一次讲 眼泪没掉下来 他那一份笑心 那一份念念 只想着兄弟 想着父亲母亲 想着家庭 那一份纯心 谁都感动 那一份纯心 可以超越时空 感动 世世代代的人 我们在讲 宁子迁 在讲孔子 在讲任何一个圣责人 你当下就要 跟他的纯心一样 你讲宁子迁 你就是宁子迁的心 你讲到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你在当下 就要契入 观世音菩萨的纯心 那样讲出来的语言 真感情 好文章啊 真诚心 才是讲课的大根大本 人不要颠倒 不要本末 到智 你说我怎么是明子迁 我怎么是子录 我怎么是观世音菩萨 怎么不是 这些人流传千古的故事 都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 诸位朋友 你有没有自信 有啊 好 直接从纯心学 直接了当 我听杨老师讲课 几乎没有一节课 不掉眼泪 那种眼泪 带着无限的感动 夹着无限的忏悔 感动着圣贤人那一份 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的气概 那一份 明无同胞 悟无愚者的修计 跟我们的心 自信完全相应 一个一个故事 唤醒了我们的 德行本性 流着感动的泪水 又心想 彼何以百事为师 这些圣责人的风范 百事为榜样 而我却 糟蹋人生 我却一身瓦砾 死了以后 埋着黄土 没有人记得 单染成情 染上世间这些习气 单染成情 失省不义 做的都不是合乎道义的事 又为人不知 还觉得人家都没看到 人家都不知道 傲然无愧 不知凡省 将可能日轮于禽兽 而不自知已 惭愧啊 惭愧父母 给我们生了这个 可以当天地人 三财的人生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几十年来 念念关怀我们 提惜我们的亲朋好友 所有对我们有恩的人 我们有愧 听完德语故事 仿佛自己的心境 已经与之前的人生 不一样 圣人君子 所以义于忍者 以其存心也 要学 不要打闲岔 不要绕弯路 直接了当 从圣贤的存心 开始学 好 那这一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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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